泰国国会13号举行总理选举 在5月大选中获胜的新生代领袖皮塔 是唯一的总理候选人 不过参众两院有不少的议员 投下了反对跟弃权票 使得皮塔没有能得到国会过半的支持 顺利的当选总理 皮塔表示他不会放弃 将会继续的整合并争取支持 希望可以在19号二度举行的选举投票当中胜出 不过皮塔被人检举持有媒体的股份 根据泰国法律的规定 持有媒体股份者是不能参选的 泰国的宪法法院正在调查是否属实 而皮塔是不是真的可以如愿 坐上总理的大位 目前还有变数 泰国总理投票结果出炉 唯一的候选人前进党党魁皮塔 虽然获得八党联盟相挺 但军方强大的影响力 以及保守势力作梗 让皮塔惨遭滑铁炉 皮塔难掩失望 但结果在预料之中 尽管皮塔获得众愿500席当中 6成亿元的支持 但参院250席 由军方任命把持 跟改革立场鲜明的皮塔格格不入 根本难以撼动 不少选民都期待泰国变天 尽管在五月大选惨败的总理帕拉玉 已宣布将退出政坛 但军方势力仍是铁板一块 再加上皮塔遭人检举持有媒体的股份 泰国宪法法院已受理调查 根据泰国法律持有媒体股份者不得参选 皮塔是否能坐上总理大位 仍存在一些变数 刘雍伟编译 策刘雅伟编导